演喜攻略这部非常火的电视剧 大家就算没有看过也应当有所耳闻 之所以演喜攻略这么火 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部系统剧情的演员都是无可挑剔 首先剧情方面 虽然老套但是富有心意 让小编看到了原来宫斗剧还可以这样玩 演员方面都是有实力有演技的演员 没有什么自带流量的小鲜肉小花蛋 演喜攻略中很多的演员 中其实小编最喜欢的就是名誉 但是是后期的名誉 前期的名誉 小编一点也不喜欢 甚至还恨得哑哑哑 因前期的名誉太气人了 甚至还做了很多的错事 当初魏玲若刚进宫的时候 还没有来到皇后的身边 只是一个秀藏的秀娘 当时名誉已经是大公女了 于贵人怀有身孕 高贵妃想要害死她 但是被一位嫔妃发现 导致告到了皇后身边 当时名誉就不愿让这位嫔妃进门 妃三祖四 着实可恶 之后被英诺告诉于贵人 琵琶心夜有毒 然后于贵人离开求救皇后 又是名誉阻拦不让进门 最后导致那位被真男长嘴的嫔妃上吊自杀 所以说如果当时没有名誉的阻拦 或许就能够救下这位嫔妃 之后魏英诺想方设法进入了长春宫 来到皇后身边 但是因为根腹横走得近 所以名誉就处处的一难魏英诺 当时小编就在想 这个名誉这样得罪魏英诺 估计活不了几集 之后只能想到 这两位居然成为了好姐妹 最后名誉一直陪伴着魏英诺 其实想一想 这也是导演和编剧设计巧妙的地方 首先让观众不喜欢名誉这个角色 认为他是反派 但是之后又给名誉洗白 让观众知道他是一个善良的好姑娘 所以这样观众们就有些愧疚 认为怪错他了 所以之后才能这么喜欢 江子欣早前因为拍戏太累休息不够 导致眼睛过度疲劳 视力下降的厉害 之后喝了一段时间的小云茶 才得到好转 小编也尝试了两个多月 度数整整下降 了150多度呢 再冒饱满的 最后不管怎么说 小编看完电视剧之后 的确爱上了名誉这个姑娘 最遗憾的就是剧中名誉 没有和海澜茶完婚 小伙伴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